较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三大球 特别是男子项目 发展不尽如隐匿 男子足球的水平更是一路下滑 足球业内甚或出现了诸多乱象 这与党中央 全国人民对我们的要求和期盼 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三大球要搞上去 这是一个体育强国的标志 也是我们加快建设 体育强国必须补上的短板 振兴三大球 打好足球翻身仗 必须强积固本 厚制人才基础 我们要沉下心来 从娃娃抓起 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用好市场机制的活力 推进校园足球健康发展 促进青少年足球人才 规模化成长 夯实后卫人才的基础 我们要从基层抓起 积极支持 培育青少年足球技术部的发展 在政策 经费 人才等方面 给予社会足球 更多的支持 和保障 促进社会足球 和职业足球 良性互动 我们要从基础抓起 不断完善足球竞赛体系 和职业联赛体制 畅通 优秀 苗子 从校园足球 社会足球 到职业足球的成长通道 让更多的优秀后备苗子 培养出来 输送上来 在抓好后备人才的过程中 我们要坚决摒弃 急功尽力的心态 一步一个脚印的 打造后备人才 培养和成长的路径和通道 久久围攻 振兴中国足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